J20作为我国的首款五代隐身战机 和美国的F22一样目前都是非卖品 但还是有两个国家公开表示对J20有购买意愿 也就是新加坡和巴基斯坦 据报道称在去年7月份 新加坡防长透露 新加坡空军的F16战机的替代者将是五代机 包括美国落马的F35 俄罗斯苏火伊的苏57 以及成非的J20 不过分析认为 新加坡将J20纳入选择范围只是一个噱头 首先即使新加坡真有购买J20的意愿 成非也不可能卖给他们 其次现阶段新加坡还没有公开辱逆美国的胆子 我们都心知肚明 新加坡就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一颗棋子 并且新加坡的经济极其依赖美国 虽然J20是非卖品 但FC31是五代机的出售信号 但分析称 根据目前研发情况和消息 FC31可能也将变成非卖品 因为前段时间的UPX比防务展上 FC31罕见缺席 所谓出口型号 既然没有在这么大展出平台推销 可能FC31的研发方向可能已经改变 将成为首款五代隐身舰载机 最有可能购买J20的是巴基斯坦 不过目前八方没有迫切要求 这是尤其对手决定的 印度目前并没有五代机 与俄罗斯联合开发五代机的项目也终止了 所以目前八方仅改造骁龙战机 或者采购歼10C或歼10D 就可以满足其防务需求 虽然八方拒绝购买成非的FC31战机 但是据八方消息透露 将与成非联合开发一款中型五代战机 打造适应八方的新型战机 分析称 不排除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发生 就是印度短时间内获得F35或苏57 同时 八方与成非合作的联合五代机 还未完成的情况下 巴基斯坦很可能获得歼20战机 全天候伙伴关系可不止是说说的 歼20只是目前非买品 以后可说不准 参考歼10在升级版歼10C服役以后 就开始推销出版的歼10D 那么歼20在出现升级版后 初级版本也可能向全球出售 但目前情况来看 出售歼20还是不太靠谱 我们自己都还没批量列装 并且还未换上只配的涡扇15发动机 还没有完全定型呢 这时候谈购买或出售也没多大意义 这次谈购买的电影